未來一個願望在哪方面可以功德圓滿呢 孫芬老師 功德圓滿 其實這個功德圓滿最主要就是 德這個字嘛 德信 代表我前面努力了很久 現在是要收割果實的時候囉 所以不管觀眾朋友 或者是現場來賓選到哪一個 代表這個方面 你前面已經醞釀了很久 現在是要準備收割的時刻了 好 所以德信的德是吃步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有這些字呢 可是跟吃步相關的 哪一個字你看起來覺得特別親切 特別有感受呢 第一個時間選到它 好 來 第一個是愛圖的圖 你的圖兒 第二個是來 來來來來來 第三個是往 來 第四個是征 征服的征 請問這四個字 圖 來 往 征 哪一個字你看起來覺得特別親切 功德要圓滿囉 來 盛美姐 好 來 等一下 慢慢來 好 來 請讓大哥 圖 圖 好 美玲老師 王 王 來 來 都有人選 大家都有人選的 好 圖 來 往生 等一下 現在選往會不會有點太早 我也是叫你往生 你把它看成住就好了 我剛也是看很久了 可是她還是往啊 那時候美玲老師她又選了往 我就 大小選 往好的畫面走就變主人啊 對啊 那一 二 三 王 哎唷 美玲老師果然很有渲染力喔 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盛美姐選的 好 來 這個 珍 一個珍 在哪一個地方呢 我們是可以功德圓滿的 來 我們來看這邊 明媒正舉 姻緣 姻緣 來 什麼 這個是感情緣緣滿滿的 講特 講特 不是說 有第二次結婚嗎 如果這樣也還蠻不錯 人緣 那如果觀眾朋友選到或社媒姐選到 如果你是有家庭的 不是說什麼第三者不是 而是前面呢 你會覺得有時候跟另外一半相處 有點索然無味 但最近呢好像跟她比較有話說了 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目標 有一些共同的話題是很不錯的 但如果呢 你是已經有了男女的 女朋友的人最近是求婚的好時機喔 如果你選到這個的話 也許你前面已經醞釀了 好一陣子的求婚的儀式了 這個月就大膽的把它做出來吧 希望你可以求婚成功 再來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到的是 晴陽大哥選的 晴陽大哥選的呢 其實我覺得好適合你喔 然後圖 來 我們是哪一個部分呢 走南闖北 開發興趣 是一個圓滿的 對 那麼也很符合剛剛其他大哥說的 想做的這些新的慈善事業 那是不是也是 真的也是走南闖北對不對 我們整個台灣走透透 善事做透透 那如果是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如果你是業務行銷的人才 在最近呢 很適合去開發新的局面 那如果你是做辦公室的人的話呢 也不要閒著 一定要對未來 尤其是2025年的事情做出規劃 你的事業就會有新的高度囉 再來呢我們要看到第三個 第三個呢我們來看一下 李馨老師選的 來這個字喔 來 那麼呢 後來居上健康與敵 那麼就是我們剛剛談到健康要圓滿 什麼叫後來居上 就是你前面可能覺得總是醫不好 譬如說尋麻疹好久了 或者是鼻子塞住好久 過敏好久 像這種總是產你很久的病呢 現在也許經過了名醫 或者是經過了貴人的指點 你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方式來醫治 甚至改變了你的生活方式之後呢 後來居上了你的精氣神 反而比你身邊的人更好了 那麼健康才是無窮的寶藏 對不對 再來呢我們就來恭喜這些 超棒 超棒 來來來 太棒了 超棒 來當家做主菜 太棒了 好果然是這個我們這個 財運滿滿的這三位 那如果是觀眾朋友選到的 你在這邊呢 你就會發現 好像你自己的錢 你自己可以掌握在手心裡面 不需要再聽別人的意見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最近的正財運還不錯 不過正財運不錯 不代表可以隨便亂投資喔 還是要把錢好好的握在手掌心裡面 放在口袋裡的才是自己的 以上給自己參考一下啦 謝謝 謝謝老師 來好玩大分享 想要更加了解我們 藥師欺佛聖誕滿月法會的觀眾朋友 請上命運好好玩的 臉書官方粉絲團查詢 祝福大家健康又開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感謝你的收看 要靠電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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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健康喔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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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